毫不夸张地说 来北京旅游 削尖了脑袋 抢门票往故宫里击 却对旁边的太庙视而不见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传统中国社会 天大地大祖宗大 始建于明成祖租地永乐十八年的太庙 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是明清两朝历代帝王祭祀祷告的地方 堪称天下第一庙 太庙内参观价值最高的建筑 当属响殿 响殿的建筑规格和故宫太和殿相当 且其殿柱的柱高 柱镜 甚至大殿本身的高度 都比太和殿更高大 是北京所有皇家宫殿建筑中 最高大的一座 据说 其背后反映的是传统理智中 皇帝虽未尊权高 但不可压阻的理念 响殿内最震撼人心的国宝文物 有三样 一是68根笔直粗壮的 常年散发着香气的金丝楠木柱 二是用片金粒粉彩化装饰的金色垫顶 三是满地铺设的金砖 响殿金丝楠木柱 最大底径1.23米 最大高度13.32米 每一根价值都高达数千万 68根 总价值高达数亿元 太庙响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金丝楠木宫殿 比故宫太和殿还要壮观 顺着金丝楠木柱 仰头从下往上看 大殿中间几间 天花板全部贴金 花纹繁复 做工精致 美轮美奂 希望只知道故宫 却不知道太庙的朋友 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太庙响殿的价值 千万别错过其三大国宝